妆点你的微笑 化妆品专柜上出现了有些突兀的画面 一个老爷爷有模有样的在脸上化妆 让路过的人忍不住发学 几个月前 这位爷爷总在化妆品专柜徘徊 一下拿起口红 一下打开眼影 而且只要有客人试妆 他就会凑近观看 店员走上前 先生您若需要什么可以告诉我 请勿打扰其他顾客哦 爷爷瞬间面露羞残 织屋的回应 我我想学化妆 说着从怀中掏出与妻子的合照 年过半半的奶奶 有着精致的妆容 衬托她的气质 店员忍不住赞叹 老爷爷却说 我太太啊 是天底下最美的女人 但最近她的眼睛退化了 无法化妆 她一向啊 最爱漂亮了 所以啊 我想帮她化妆 好让她开心些 见老爷爷真诚的模样 店员决定帮她一把 这天 众人围绕化妆品专柜 老爷爷熟练的 为一位奶奶化妆 比妆容更夺人眼目的 是爷爷眼中流露的爱意 以及奶奶一脸娇羞的笑容 玩妆时 爷爷牵着奶奶的手说 老婆啊 无论你有没有化妆 在我心中都是最美的 但为了你的微笑 我愿意当你的专属化妆师 老爷爷续致的爱 驱走了奶奶对失明的恐惧 也为在场的人 添上一抹微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